记得在上古时期,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们都流行在课间制作一种纸炮,捏住用力甩动就会发出爆响。 而这种响声其实是超音速运动的激波所制造的音爆,但即使我们用很大的力量甩动纸炮,速度也只有每秒6米左右,这又是如何产生激波的呢? 看来我们有必要对纸炮的发声原理进行研究,因为结论还能帮助我们揭开N1登月火箭爆炸的谜团。 要制作一个纸炮,只需将A4纸沿一条长边向内折叠数次,变成加厚的边条,然后左右对折,并推动边条两端向内移动,形成两个卷筒。 最后捏住边条的两个脚,让纸炮开口向前,蒙甩手臂就会听到一声音爆。 相传,纸炮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自己研制的,虽然才登基一年就驾崩了,但这娃发明的纸炮却响了几百年。 向下甩动纸炮时,喇叭口受到气流冲击,就会推动卷筒加速展开。 当中心的折叠部分完全打开变成弧面时,已经具有较大的动量,并在两边的纸牵拉下产生了较大的冲量, 使纸纤维受到瞬间增大的拉力而伸展,导致纸张硬力增大。 此时,圆弧面的动能被消耗殆尽,纸张硬力则急剧释放。 在截面上出现了压力波,从两侧向中间传道,被波面扫过的纸快速收缩, 使弧面受到牵拉回弹。 在大约0.5微秒内发生了0.2毫米左右的收缩位移,瞬间移动速度超过1.1马赫,在空气界面上形成了激波。 同时,这段弧面在展开过程中,内部容积急剧增加,还制造了气压很低的真空区, 导致界面处出现远离的膨胀波,被波面扫过的空气迅速膨胀,向弧面加速运动。 于是,回弹收缩的弧面相对来流的速度进一步提高,造成激波强度增大,最终发出响亮的音爆。 可见,直炮是由于材料中的压力波而收缩回弹,并在真空区制造的加速气流下才获得了较大的马赫数。 因此,这是一种简易的超音速娱乐工具。 而材料中的压力波除了直炮外,还能为火箭带来更大的动静。 例如苏联105米高的N1登月火箭,它最大直径17米,起飞重量2735吨。 第一级安装了外圈24台和内圈6台,使用液氧煤油的NK-33发动机,采用外圈对称发动机推力插动的方法,推动舰体抚养或偏航。 内圈则采用偏转喷口,实现舰体滚转。 之所以用30台NK-33发动机并联,是由于更大推力的RD270发动机,是设计师古舒高提出研制的。 但在大清洗时代,古舒高向科格勃告发了科罗料夫,将其关进了古拉格。 因此,科罗料夫怀恨在心,坚决不采用5台RD270并联的方案。 但如此多的发动机要同时稳定工作,对设计和制造要求苛刻。 果不其然,前三次发射都以失败告终。 经过大量的测试并改进了飞行控制系统后,N1火箭在1972年12月23日第四次发射,这次登月火箭不负众望,30台发动机全部正常工作。 并且在第T加90秒时,按照程序关闭了内圈6台发动机,外圈则继续工作,进行抚养和偏航控制。 结果,内圈关机时,发动机支架就像纸炮一样,由于引擎推动而形成的材料硬力被瞬间释放, 产生了一系列强烈的压力波并聚合为激波在金属中扩散。 被波面扫过,燃料管道经受不住超压,大量破裂,液氧和煤油泄漏引起火灾。 火灾从T加90秒一直烧到T加107秒,导致外圈的四号发动机爆炸并引爆了第一级。 此时,距离一二级分离只剩下7秒。 令人遗憾的是,在内圈关机时,火箭的轴向过载和速度已经超过了预定值,完全可以手动提前分离一二级而完成登月。 但无奈没有这样的设置,因此眼睁睁看着爆炸。 在生活中,我们被纸炮吓一跳的悲剧是低估了压力波所导致的激波的威力。 而N1火箭第四次发射的悲剧,则是人们低估了发动机支架中压力波的威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